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作性质 决定了它是高风险的致病感染源 医院每天所洗涤的床单 被套 枕套 毛巾 病原服 医护人员的工作服等医用布草 在洗涤过程中 如不进行专业管理 很容易通过以下方式产生交叉感染 脏污布草与干净布草发生交叉感染 通过空气传播污染 在收集与分检过程中传播污染 通过不良运送条件传播污染 采用隔离式洗脱机的隔离式洗衣房是解决交叉感染的有效手段 卫生隔离式隔离式洗衣服用布草与脏污染 隔离开 并通过对布草流向等方面的过程控制避免交叉感染 洗涤时布草从脏污区一侧进入卫生隔离式洗脱机 洗涤完毕后从另一侧洁洁区取出 再进行烘干、熨烫、分检和包装 最后从洁净区出口送出 这样就有效避免了洗涤及运输过程中 布草与布草之间 布草与空气之间的交叉感染 为了尽可能限制病菌传播 隔离式洗衣房还要求采取其他措施 包括合理设计洗衣房的通风和过滤装置 保持空气从洁净区流向脏污区 使在洁净区工作的洗衣工 和在脏污区工作的洗衣工分开等等 SealStar卫生隔离式洗脱机 是专为卫生隔离式洗衣房设计的洗涤设备 具有前后两个机门 布草由脏污区一侧机门装入 洗涤完毕后 由洁净区一侧的机门取出 隔离墙住于前后两个机门之间 有效避免脏污区的威力 从空中流向洁净区 SealStar卫生隔离式洗脱机 具有如下特点 与洗涤水接触部件 均采用优质不锈钢 如内板 外钢等 使设备抗酸耐减 经久耐用 采用国际先进的 气囊式悬浮减震装置 减震率高达95% 高速脱水力可达到300级 节省了烘干熨烫时间和能源消耗 50、70、100公斤为两格舱设计 为装卸布草提供恰当角度 减轻劳动强度 为确保安全 卫生隔离式洗脱机 进出装料门 配有门锁联动装置 在设备运行及机门没有关闭时 均不能启动机器 机器两侧装有紧急停止按钮 保证了设备在出现紧急情况时 能够迅速停机 确保人身安全 设备两侧均可进行电脑操作和监控 方便可靠 变频无极调速控制 比传统双速电机结构 节省30%电力 整机无需特别建造地基 节省安装成本 下排水结构 大口径排水拔 排水时间短 内胆外缸尖锡小 降低堆积水量 水耗更少 因而加热所需的热能也减少 加热箱设计 扩大了加热表面 使得加热更快速有效 提高了能源利用力 设备的维护保养 在脏污区进行 以避免对洁净区产生污染 作为首家推出国产卫生隔离式洗脱机的厂商 上海航星机械集团 希望与国内的医疗卫生机构紧密合作 拒绝医疗洗涤中存在的交叉感染 为促进大众健康 做出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